不管你身后这个人隐藏得有多深 你们面对的是警察 割喉案和碎尸案到底有什么关联 目前来看都跟赵士杰有关系 无论是割喉案的受害女性 还是碎尸案的受害者与爱情 都跟赵士杰有牵连 赵士杰有个登峰造极的癖好 把虐待女性当成自己的快乐 简直是畜生不如 这些被他盯上的女人 不是被迷运拉到车上侵犯 就是被灭口割喉 总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赵家兄弟为了给老头子找合适的器官 以赵士杰的名义给医学院捐赠了实验室 而他在医学院看上了于爱情 于爱情是有口中的有钱男友 应该就是这个变态的赵士杰 只是于爱情没想到自己被薛家见迷运抽血 血型跟赵家老头子匹配上 这也是于爱情被碎尸的原因 因为他的心脏移植给了赵家老太爷 这老太爷为了自己续命 不惜碎尸花季少女 赵家的男人都是一样的狠毒 拿钱帮着碎尸的正式讲广善 碎尸的地点就是他的小饭店 为国平忍不住唏嘘 真是一群恶魔 期待大结局坏人们一一落网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